Hello,我是曹哥哥 在林姨,林姨的早上必须得从一碗傻开始 什么是傻呢? 依然是盲悬一家,这个傻是个早餐 也是林姨的传统名词,也是非宜美食 所以盲悬一家就行,因为每条街上都有 就这家了,据听说是林姨的傻每家店都有特色 我来一碗傻,带走 放牛肉的是多少钱? 放牛肉的,你有五块的,有十块的 给我来个十块的 这个傻是怎么煮呀? 就念 这个傻呀,晚上煮 你整好了大骨头,牛骨头煮 晚上煮好 哦,咱这个是用牛骨头做的 熬的汤 对,煮的汤 哦 你是有个鸡蛋吗? 香呀呀呀 傻的特色,得有这个鸡蛋 这就是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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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肉 好嘞 好嘞,谢谢 香菜 香油 有包是啥的吗? 有包是啥的吗? 有包是啥的 行了,我再来两根油条 对 一般搭配撒厨是不是就是油条? 对 这就是傻汤 还在火上炖着的 得保持这个温度 要不然那个鸡蛋是烫不熟的 两个哈 啊,两个 一共四十块钱 好嘞 就油条和 嗯,鸡蛋你要吧 鸡蛋不要,有煎包没 煎包没有呢 哦,行 再来两根吧 嗯 一共是多少钱 一共四十二块钱 十二块钱 十二块钱 好嘞 有筷子吗 筷子 哦,一个就行 咋还连着呢 好嘞 阿姨,拜拜 嗯 买上了 这就是傻汤 搭配油条 开始 瞧瞧今天吃饭的小环镇还可以吧 我发现我的吃饭找地方全靠运气 今天运气就可以 有桌子 其实这个傻就是多音字 只有在铃银叫傻 其实这个字就 施 施恩森 后手也施恩森 然后施然傻 多音字就这两个嘛 但是在铃银必须叫傻 你要不叫傻 人家不知道你要买什么 看看我这傻 这是十块钱的 十块钱的牛肉多一些 放了个鸡蛋 鸡蛋应该是这碗汤的灵魂 我一直感觉肉是这碗汤的灵魂 其实不是 因为有的地方 有的店是不放这个鸡蛋的 当鸡蛋放碗里 然后再把它撒汤倒进去的那一刻 我感觉这碗汤的灵魂就来了 还没喝汤呢 但是这个油条真的好便宜 一块钱是两根 我要了两块钱的 感觉特别脆 虽然现在已经凉了 所以到了灵魂 必须先从一碗撒开始 开始 尝一口 好浓的牛骨汤味 很浓 加了香油加了醋 都没有掩盖得了牛骨汤的味道 非常浓郁 现在还烫得很难 特别烫 这上面这些黑色的小颗粒 就是胡椒粉 黑胡椒 白块牛肉 好烫啊 怎么说呢 我感觉 灵魂的傻 跟河南的胡辣汤 有异曲同工之处 但是这个牛骨汤的味道 会更浓郁一点 胡辣汤的胡椒味 就辛辣味会浓烈一点 这就更突出了牛骨汤的味道 胡辣汤呢就是更突出了胡椒的味道 就是麻辣的味道 太棒了 这油条我感觉得这么吃 就泡到里面 好吃好吃 就得把油条浸到里面 喝啥的时候要先从浸一根油条开始 这个油条得给满分 又便宜又好吃 一块钱一根 哎不对 五毛钱一根 这一早上 太美了 如此美味的傻 加上我这经济实惠的油条 那不得香死 果然林仪的小伙伴是不骗人的 每家店都各有特色 就刚我去的这家小店 其实没有门头 只有一个显示屏 就上面显示都是卖的什么东西 但是这个傻真是非常好喝 一入口牛骨汤的味道非常浓郁 然后才是一点点胡椒味的那种辛辣 你们吃的时候一定要加鸡蛋 一定要加鸡蛋加牛肉 味觉层次会更丰富 本来我想着有煎包的话 再买几个煎包 但只有油条 如果搭配油条应该更好吃 就油条凉了 如果油条是热的话 肯定是脆的 现在这边都是脆脆的 刚刚阿姨特别可爱 说我给你多放点牛肉 10块钱就能体验一碗加牛肉的傻 5块钱也加 刚才阿姨说的 但我感觉5块钱的肯定少 就要10块钱的 你们在淋漪喝的加牛肉的傻 都是多少钱 吃完了这个傻是怎么来的呢 其实我很好奇 这个傻还跟王羲之有关 文武双全的王羲之就是淋漪人 有一天呢 他旁边搬过来 一对夫妻做邻居 然后他就帮了这对夫妻很多 因为这对夫妻就比较 生活比较贫苦嘛 他就帮了这对夫妻很多 然后有一天呢 王羲之他就生病了 就感冒 卧床不起 好像还挺严重的 这对夫妻就想着 人家帮了我们这么多 我们去看看人家 就把家里仅有的 一只老母鸡给杀了 说要炖汤 给王羲之喝 然后呢 妻子就交给丈夫了 说你好好炖啊 把这个鸡汤炖的烂烂的 这样病人吃起来 他才会舒服 对胃才好 然后丈夫说好的 别管了 然后丈夫呢就开始做这个鸡汤 熬着熬着睡着了 直接睡着了 鸡汤熬的时间太长了 等妻子发现的时候 鸡汤已经 骨肉已经脱离了 那个肉已经没法吃了 就跟现在说的就是太烂糊 嚼着已经没味了 然后丈夫说这怎么办呢 都熬成这样了 妻子灵机一动 想了一个办法 就是往里边加了生姜 加了麦仁 然后加了胡椒 这样对感冒的人就比较好了 然后哎 加了之后就熬熬熬 正好熬到了天亮 熬到天亮呢 妻子就尝了一下 哎味道不错 丈夫也尝了一下 味道也不错 好像还行 然后就赶快趁热送给王羲汁 到了那里之后 王羲汁一看 其实他生病了嘛 那胃口肯定不好 他其实本来没那么想吃的 但是人家好不容易送过来了 熬了那么久的鸡汤 那不喝可以吗 那不好意思啊 然后王羲汁就想着就尝尝吧 那就尝尝吧 结果一尝呢 天呐 喝完了 王羲汁说 这是什么呀 那对夫妻说 就不好意思嘛 就说呀 这是本来给你熬的鸡汤 然后熬锅了 一不小心熬成这样了 没办法了 又加了点麦仁 加了点胡椒生姜 想着对你的病有好处 就加了这些东西也没名字 就临时想起来就这么做的 然后王羲汁一想呢 没有名字 这么好喝 一看碗里呢 还有几颗米粒 他就一想 米中人参 好 就见 就念这个字 其实多音字嘛 念 施恩生 念这样的 后舌音 施恩生 开始是这么念的 就叫这个名字 就念生 但是后来 为什么又念成 现在林语仁叫的 傻了呢 这还是下一个故事呢 咱们边走边说 后来为什么念傻了呢 这得从康熙皇帝开始说起 康熙皇帝下江南经过这里 想尝尝当地美食 官员就把这个傻 就献给皇上 让皇上尝嘛 康熙皇帝一尝 水口来来去 这是啥 如此美味吗 这是啥 其实他是在问官员 这是啥 官员说 这是啥 这是啥 就以为是皇帝已经赐名了 啥 所以说水口就说 这是啥 所以说这个官员很聪明啊 所以这就有了林语仁口中的 撒汤 如果你来了 你说 我想喝一碗 生汤 不好意思啊 没有 咱林语只有撒 没有生 所以来了林语 第一顿 必吃撒汤 而且一定要加鸡蛋加牛肉 鸡蛋你得加 牛肉加多少取决于你 我觉得不用多加 尝尝这个味道就行 鸡蛋我感觉得加 因为当阿姨把汤注入鸡蛋 这个碗里的时候 我就想着 撒汤的灵魂来了 好了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我视频的小伙伴 一定要记得点关注点赞 收藏评论 我们下个视频见 拜拜 这我不是偷吃啊 我刚才想买来的 但是那家没有 这不我往回走吗 看见了有了 所以说 赶快炫一根 这烤箱还挺好吃 里边全是肉 哈哈哈哈 好了好了 料了啊 记得给我点关注 点赞 拜拜